老霍哥来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纸淘老霍的老霍哥 俗话说得好 入对圈子跟对人 今天到了周五 老霍哥给大家会让三件藏品 其中我们最后一对是非常精美的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介绍 我们首先还是看 给大家会让一个学习品 说是学习品 但是是非常开门 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件器物 而且题材是非常的好 这个小官跟老霍哥前几天会让 这个进京赶考 那画片寓意的题材是一样的 这个是张生 这里面有一个红娘 有一个崔莹莹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书童 这个题材讲的就是一个 长亭送别的这么一个题材 送谁啊 送往张生 张生要进京去赶考 带着我们书童 书童挑着担子 担子里面挑的这个入品 比较齐全 有书本 一应计全 雨伞 我们这还有一个筒 然后我们张生是骑着一匹马 然后手里拿着一个鞭子 在我们亭子里面 会有这个红娘 跟我们崔莹莹 这个题材就是非常的丰满 然后我们看了底下会有一个底款 底款写的是雍正年制 四字款 雍正年制 它肯定意义就是防我们雍正粉彩的 但是东西不是雍正时期 就是晚清民国时期 非常典型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底胎 底胎修的修足 还是非常规整的 比较远轨一些 然后胎制情况 就是晚清民国时期的 非常典型的胎制 略有一点点的小沾沙 火势红也是比较明显的 胎制非常的干老 这种东西就是属于一眼部 不用老婆哥过得的解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材料 用绘工 我们看这个彩 使用了蓝彩 然后绿彩 都是非常开门 非常透彻的 而且我们蓝彩 使用的比较多一些 咱们就所说的这种叫松石绿 这种蓝彩 松石绿也是比较珍贵的材料 跟我们这蓝彩 都是比较珍贵的 所以东西是非常开门的 包括人物画的 还是非常细致的 我们看这个是书童 挑这个担子 包括我们这个码 跟我们这个张生 绘画的还是比较细致的 那么我们这个小罐 给大家量一下尺寸 它的高度 应该也是属于10厘米 高度也是10厘米 多一点点 这个直径 基本上也是 基本上就是10厘米左右 因为它是属于保住罐 比较圆一些 那么我们这个罐 整体的品项还是可以 我们看口言 没有任何的磕缝 冲线飞瓶 底下也是没有 身上也找不出什么毛病来 我们在罐子里面 会有那些小击爪 因为老罐子 会有那些冰立纹 小击爪 但是基本上都是不透的 要是使劲挑的话 我就是老货哥检查比较细 使劲挑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 看了吗 像划痕一样 一个两个 像是在里面透过来的 但是 这是放大了四倍了 基本上也是看不清的 这老货哥会给大家说一下 所以说价格会给大家一个 就是标本的一个价格 就是600块钱 这个价格是非常超值的 就像这种品项的 应该也是在1100左右 那么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整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咱们来看 今天的最后一件仓品 今天的最后一件仓品 是十分值得大家收藏的 一件好东西 也可以堪称是一件重器 但是它不是全品了 虽然不是全品 但是我们这件东西 依然挡不住 它的这种高雅高贵的这种品质 那么我们首先看的 底下会有一个底座 这个跟别的不一样 这是原底 那么我们这个底座 应该就是晚清民国时期 那个时期 这个生产的 为什么说是那个时期的 因为包姜比较厚重一些 上手也比较沉重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老的器物 它都不是硬化的 都是赞克的 我们看这个都是用我们 雕刻刀 一下子就是用小锤 赞克出来的这种花纹 它并不像我们现代 都是铸造工艺 只要一压就成型了 那个时期 那个时期还没这种工艺 而且我们底下会有款 款写的拆拿款 大家都知道 这种拆拿款的东西 是时代比较早的 基本上能追溯到 我们咸丰时期 包括我们这个也会 这个拆拿款是赞克的 写的拆拿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小款 也是拆拿 这个就是证明的 就是中国制造的 东西是存棚的 我们看一下 它这种工艺 还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我们来介绍 我们两个主角 介绍我们今天气舞 这俩主角 它的平行叫做什么 它比较瘦长 瘦长的话 我们管这种气形 叫做萝卜罐 就像两个萝卜一样 非常的形象 我们古人 把这种东西 就非常形象的叫出来了 刚才那个小的 叫宝珠味 像一个宝珠一样 这个像萝卜 叫萝卜罐 这种萝卜罐的品种 还是比较少见的 并不像我们这种罐子 比较多一些 那么我们这种气形 也是比较稀有的 然后我们都带有圆屁盖 在这里老慧哥 介绍一下它的毛病 其实我给大家展示的时候 大家应该是看不出什么毛病 但是我们知道 这种东西 从国外回来的话 老外都做了台灯了 它会打了眼 连盖子 它也打了一个眼 这是打了一个眼 但是经过修复 你是看不出来的 包括配的颜色 包括修复 非常到位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底下也是打了眼了 老外 非常可惜的东西 话又说回来了 咱们可以这样想 就是这个事情 有双面性 如果这种东西 不是到了国外 可想惹之 它已经成了碎渣了 要在国内的话 就已经完全了 失去它现在的面秘了 就有可能就保存不下来了 有利弊有弊 老外虽然给它打了眼 但是这种东西 完完整整的保存下来了 现在能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也是我们的一个福气 也是我们的一个演员 确实是 这种东西能看到这么精美的东西 流传下来 还是十分不易的 首先看它的时代 这种东西 一看它的材料气形 包括化工 我们看一下 它材料非常的透彻 无论是它的繁红彩 包括它的绿彩黄彩 都比较透彻一些 繁红彩的比较红一些 我们这个时代 就可以定到晚清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秀胎秀足 秀胎秀足方式 也是晚清时期的秀胎秀足方式 我们再给大家看看这一只 一样的 都是那种晚清的秀胎秀足方式 然后我们底款 会有一个拆那款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胎有点像 我们晚清时期的那种香灰胎 带一点点的那种小灰点 那么我们之前也给大家 会上过这种晚清时期的气物 也是这种胎质 包括我们的口部的右光 十分的滋润 材料大家看了 大开门的这种材料 包括我们的松石绿 松石绿也是非常高贵的 里面还有绿松石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我们那个时期的气物 包括我们的盖子 盖子里面的 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种胎质 十分的干老 东西没跑 就是我们属于晚清时期的 它不是民国的 就是晚清时期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种罐子中间 都会有一个接胎痕 这是它的一个工艺 就是在我们拉批过程当中 它分成两半去拉 这边去拉一次 这边去拉一次 然后两片把它粘合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的工艺 这个也是一个老工艺 那么我们这件器物 它整体的画片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介绍这一支 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它的画片 这个画片 主要绘画的题材 上面看一下 肩膊会有一个如意的文饰 这是一个如意 如意文饰 如意文饰里面 绘画了这个题材 非常的丰满 我们看一下 这个题材是什么 画了一只葫芦 画有万寿藤 我们这个寓意叫做 福禄万代 福禄万代这种图案 是基本上都出现在 我们官邀当中 官邀经常会用福禄万代的这种图案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儿同样会有蝉织莲 然后中间应该是一朵菊花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纹饰 下面的纹饰 画的更漂亮 我们看这个莲花 这分了三层 一层两层三层 我们有莲商三级之意 莲花又有莲莲富贵之意 寓意非常的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儿是挂了一个大大的红灯笼 底下是非常的漂亮 这个寓意就是红红萝火 又有五股风灯之意 我们在灯的两边 挂了这两串小风筝像风筝一样 然后上面是会有铜钱 也代表着五股风灯 然后是财运滚滚的 团团圆圆 寓意非常美满 而且寓意非常的形象 然后我们这件器物 我们再看一下盖子 盖子同样绘画的纹饰 非常的漂亮 圆胚盖 就是十分难得 十罐九无盖 我们保存的圆胚盖 圆胚盖上面 一样是一个如意云头 然后里面会有蝉织的一个花卉 这边上是会有我们蝉织的荷花 边上会有荷花 意义非常的好 那么难得我们成对 又难得我们会有圆底座 底座是铜的 也是一个老底座 非常不错 管我们底座 这俩底座 你要卖的话 应该是在1500到2000 没有任何的问题 唯一的缺点 不说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打孔了 就是盖子上打了一个孔 然后底部打了一个 其他的任何的磕皮冲线 小一咬都没有 保存状态非常的完好 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回流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打孔的 现在这种打孔的东西 肯定它要是比 这种磕皮冲线的 它的价值要高得多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打孔的东西 一般在底部 影响的不是很大 那么而且我们又带有一对圆底座 我们整个的高度 高度是27厘米 加上底座 如果不带底座 我们静的高度是21厘米 属于大罐 个体非常的大 东西非常的不错 我们可以拿这个小罐 10厘米的我们去对比一下 绘画的非常非常的细致 包括我们这个田彩 再给大家说一下 只有我们这种官邀 或者是我们官办的这种厂子 这个名家 绘画的才会这么细致 细致 意义非常的吉祥 使用的这种画片 也是我们那种官邀的这种画片知识 像这么精美的东西 老后哥第一次见到 而且这种画片也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画片是极其的少见 五股丰登 连升三级之翼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美 特别是我们如意云头 里面带松石绿柚的 非常高贵高雅 那么我们这件器物 也会给大家一个超低的价格 试想如果不打孔全美品 就这么一个带圆底座的话 应该是万元左右 就是8千1万都是它 现在因为打了孔 我们肯定会给大家一个超低的 一个救援价格 让大家入手非常舒服 而且难得成对 而且是原装原套 喜欢的话就不要错过 这个东西不是老后哥催 这种东西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精美 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收藏 传代传世的一件好东西 就这个东西你摆在家里 他谁去看了 他也是一眼开门的老户 没有任何的争议 那么今天的视频 老后哥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喜欢老后哥的视频 比方在视频的左下方 把老后哥长一三秒钟 点一个超级的推荐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我们去点一下关注 那么像这种东西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你很难再遇到 这样精美的这样的气骨 而且带着我们的原底座 老后哥也在这里 祝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大家的支持 好宝贝 就找老后哥 13931817666